7点21分早安气象时间 今天的气象资讯要来请教一轮 是不是今天有一波东北季风要影响 水气会增多吗 把时间交给你 确实在入夜之后就有东北风要来影响台湾 不过这一波东北风呢 其实影响我们台湾并不会这么的明显 顶多呢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迎风面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最主要呢 其实还是要一直陆续看到周末之后 东北季风真正要来影响台湾的时候 所以这几天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 最好来洗洗衣服晒晒被子 因为接下来的东北季风呢 周末的时候台北 尤其北台湾这边的温度确实就会下降许多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几天的天气形态都蛮类似的 尤其在午后呢 就是在中南部山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而今天一直到明天呢 其实只有晚上的时候水气会稍稍多一点 就是针对东北风宜兰跟基隆北海岸地区了 到了周三周四之后呢 天气形态其实都是蛮稳定 顶多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午后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周四周五的时候呢 天气形态又更加稳定了 因为高压冬移出海周五的时候呢 才会有一道封面要来慢慢形成 而这一道封面呢就是在周末的时候 预计要来影响我们台湾了 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定量降水图 基隆北海还有宜兰地区 迎封面水气就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水气就变多了 北部跟东半部都有一些明显的降雨 而中南部地区其实是比较不受影响的 而在温度方面呢虽然说有东北风影响 但这一波真的影响是比较少一点点 顶多在高温部分像是北台湾 今明两天的高温落差顶多就是两到三度 其实感受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而中南部地区呢高温还是蛮热的 都会来到30度以上 而最主要呢要提醒北台湾观众朋友 其实就是在周末的时候 北台湾的温度会稍稍来下降 今天呢今天一直到周五呢都是比较温暖舒适的 除了今天入夜的时候呢 东北风稍稍来影响之外呢 接下来又恢复到比较暖热的天气 周末的时候呢就是会一路下降 会来到25度左右 所以这样的温差还有变化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尤其周末时候提醒大家 最好把一些薄外套先准备好了 另外呢要来带大家关心的是空气品质的部分 因为今天还是吹环境风是东风 尤其在西半部会有一些背风 涡旋扩散条件会比较不好 所以可以看到这两天的中南部地区 都是亮起了橘色灯号 比较容易过敏的族群呢 提醒大家还是要把口罩给戴好了 最后呢再来提醒为大家整理一下 今天呢虽然会有一股东北风来影响台湾 入夜的时候呢尤其清晨会比较温差 第一点温差大一点 所以提醒大家要添加衣物了 而入夜之后呢 北台湾因为水气稍稍增加了 所以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中南部的空气品质 因为是在背风侧都会比较差一点 以上是这一节的强资讯